大家好,我是孔令杰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上课啦 我们现在是商管程式设计的第二个lecture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computers and the conditionals 那我们今天大概是在一个过渡的阶段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讲点新东西 那特别是我们要介绍电脑的基本原理 那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学程式设计嘛 那既然我们是要请电脑帮我们做点事 我们当然得要知道现代的电脑的基本运作 大概是follow怎么样的原则 电脑里有什么基本的元件之类的 有了这些概念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revisit一下我们上礼拜讲过的一些东西 变数啦,input,output,运算之类的 我们现在可以对它们有相对底来说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然后呢,我们要往下 我们要开始介绍所谓的conditionals 也就是条件判断 那么呢,它可以让我们写出更powerful的程式 相较于之前我们只能输入东西 做点四则运算,然后输出东西 现在我们的电脑更接近可以思考了 因为它将可以做判断来决定哪一些工作要做,哪一些不要做 最后我们会讲一点跟排版和写作有关的东西 好,电脑 电脑是什么呢? 大家身上一定都有电脑,一定都用过电脑 但是说到底,一台电脑虽然可以很复杂,可以千奇百怪 但其实都是四个元件组合而成的 也就是输入、输出、储存装置 以及运算和中央的储存装置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们具体的是什么 输入的部分就是让使用者可以把资讯传给电脑 也就是你的键盘啦、滑鼠啦、触控萤幕啊、麦克风啊之类的 那么输出的概念也蛮清楚的 基本上就是萤幕啦、喇叭、印表机等等 可以把电脑运算后的结果 以任何方式印出来、输出来给使用者、给人看 那就是你的输出装置 那么所谓的Storage呢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Non-volatile的Storage 非挥发性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家的电脑的硬碟 非挥发性的意思是说 它本质上是一个机械装置 所以当你关机了以后 存在里面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想想没错对吧 如果你一关机你硬碟的东西就会消失的话 那你就永远不能关机了嘛 所以储存装置你家的硬碟是非挥发性的 它呢有一些部分是纯机械装置 词啊之类的 不是全部东西都是靠电 那这样的话才能发挥这个非挥发性的效果 那与之相对应的是中间这一个 中间这个也可以说是电脑的核心 因为它把所有的Input Output Storage串起来 它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做运算的 就是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器 任何电脑里真的要做运算 加法也好啦 或者是一个很复杂的演算法好啦 终究都是在CPU里面做的 CPU里有一些电晶体 有一些电路 它们元件 它们会可以操作这一些运算 那么呢 CPU旁边有一个叫Memory的东西 它也是存资料用的 但是它是一个volatile的Storage Space 也就是说它是挥发性的 当你电拔掉 Memory上的东西呢 通常大部分就会消失 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又会开始 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 你今天写的一个 比如说Word的档案存起来 存起来的时候呢 是放在Storage里面 档案在Storage里 但是那个Word的Program 你在执行的那个程式 是放在Memory里面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直接关机 下一次再打开 重新开机了以后 你发现你刚刚开着的应用程式 都会不见嘛 你得要重新打开 因为Memory被清掉了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呢 今天Memory跟Storage 它也有很大的程度上的差别 Memory你去买电脑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跟你说是4G 8G 16G 类似这样的数字 但是你的家的电脑的硬碟 一般来说现在都是500G 1T之类的 机械装置比较便宜 而电子装置比较贵 我是说储存上 机械装置便宜 但是它跑得比较慢 所以你不可能 现在很难有Memory 是什么500G 1T之类的 因为那个太贵了 那你也不可能在Memory的部分 使用机械装置 因为那又太慢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越往CPU靠过去 你的速度就要越快 但是呢 元件也相对的越贵 所以比较小 而越往储存装置去呢 就是越便宜 那就可以做得越大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 那我们写程式 大概是在干啥呢 写程式基本上 就是我们要去 在电脑里面 制作一个档案 然后呢 那个档案里面 要包含着我们的 source code嘛 那我们上次已经试过啦 我们写一些 打一些字 存成.py档 我们就说 它是python的程式嘛 显然它是存在 硬碟里的 这样你下次重开机了以后 你写的作业才不会不见嘛 所以它存在硬碟里 档案本身存在硬碟里 但是当我们要执行一个program的时候呢 我们会干嘛 我们会在memory里面 做一些所谓的变数 这些变数会让我们可以储存值 那我们今天会再更详细地介绍变数的概念 但是既然是要储存值用的 它就是放在memory里面 然后呢当我们要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值移到CPU里面 CPU里就会做一些加减乘除 然后改掉这些东西的value 把它们放回memory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执行程式的时候 电脑就会去我们点两下的那个档案里面 把档案里的instruction都读到memory里面去 然后一行一行你执行 遇到变数就伸出来 占据一些记忆体空间 把值放进去 改掉放进去改掉 需要做运算就移到CPU里面去 依此类推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我们当然不只是 可以在storage和CPU中间跑来跑去嘛 每一个程式都有可能会做input和output 所以我们已经试过了 我们可以从input的device读档案 并且把东西写到output device里面去 那这个我们上次都已经做过了 你有input你有print这些函数 那么呢当然也有可能 你的储存和读入是从另外的档案来的 你可以有一个excel档 里面装着过去100年的天气资料 然后呢你写一个程式 去把这个档案里的东西读出来 做一大堆运算了以后呢 如果你预测了接下来一个月天气会怎么样 你就把它写到另一个档案去 那当然也可以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程式开始执行了以后呢 可以跟input output或是storage 做各式各样的互动 好那么变数和值具体来说 到底是有哪些东西呢 当我在电脑里面写一个程式 并且宣告一个变数的时候 我们的作业系统会去记忆体里面 帮我找一块空间来存那个变数 然后呢值就可以被放在那里啦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记忆体就像是一片宽广平坦的土地 然后当我今天宣告一个变数 就像是我去跟土地管理局说 嗨你好 我想要买地盖房子 于是他就说 好这一块地给你 我就框了一块地 那那块地就是我的 之后呢 我要存8进去就存8 我要存25就存25 我想要盖房子就盖房子 不想盖这栋房子 想把它拆了变成博物馆就盖博物馆 大概是这个感觉 所以呢 作业系统就是那个中央管理局 他就会分配土地给我们 于是呢 随着城市一直运作 你就会有这个地在盖房子 那个地是游乐场 那个地是百货公司 那个地是游泳池等等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变数 所以那可以解释 为什么memory的容量是重要的了吗 memory如果小 就表示能宣告的变数的数量会少 那么呢 你的城市就比较容易遇到记忆体上限 这个时候你的城市一般来说会做的事情就是 哦 这里不够放 好吧 那我们就把一些变数放到 storage 里面 也就是硬碟 但是从硬碟存取资料很慢 所以结果就是你的城市会跑得比较慢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买电脑 应该要买memory大一点的电脑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发生 你多开几个城市 就有一些资料被存到 storage 然后存取很慢的这个状况 memory大 通常电脑就会跑得比较快 那么呢 我们去跟中央管理局登记要买土地的时候 他一定会记一些记录嘛 那么呢 他会记什么 我买的是哪里的土地 这块土地上要取个名字 以后才知道去哪里存取 然后呢 土地上是住了谁 或者是盖了什么东西 以及这块土地是农业用地 工业用地 还是住宅用地 那么呢 在电脑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作业系统会去记录一个变数的位置 名称 值 还有形态 那我们来往下看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的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宣告了两个变数 并且给他们13和4 这两个值 然后我尝试把它印出来 我们来看一看 刚刚的概念 怎么样底可以被写到这个地方里面来 我们今天呢 如果对这个变数 第一句话 我们来做事情的话 执行第一个statement的时候 会发生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电脑会去address 找一个空间 这块地 他说 没人 然后呢 他就说 好 这块地是名为non1的家伙在使用的 然后他的value是13 好 这么一回事 那么这里有一块看起来很诡异的东西 这个0X20C648 基本上就是你的电脑里的记忆体 因为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需要很长很长的编号 那反正就是记忆体空间 应该之后的课程也不大会再出现 所以大家就有个概念就好了 执行第二行的时候呢 电脑就会另外在记忆体里面 再搜寻还有哪里有空位 找到了以后呢 他就说 OK在这里给nom2 存的值是4 第三句话 要分两段做 我们会先把两个值加起来 暂时先找个地方存 那因为是电脑存的 不是你存的 所以不需要名称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 做print 把这个值 展现在你家的萤幕上 然后这个value就不再需要 这块空间就把它清掉 以后呢 别人才可以使用这块空间 所以虽然只是短短的三行程式码 在电脑里大概是发生的这些事情 好的 那么呢 我们在前一个例子里面 也看到nom1 nom2之类的东西 我们发现它们都是整数 对吧 那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给它们整数 它们就变成整数 在python里面呢 特别强调是python 并不是每一个程式语言 在python里面变数的形态会自动的被决定 电脑会帮我们看 如果我输入的是 或者说我assign给变数的对象 是13 是整数 那nom1就会变成integer 如果是4.13 就会变成floating point 或者说是小数 那如果是自串 就会变成自串 就是这样子的例子 那么呢 这个整数、小数、自串 是我们此刻最需要知道 或者是最需要了解的三种资料形态 那么呢 基本上大部分其他的资料形态 都是这三种的变形或者是组合啦 那整数就整数嘛 这很简单 自串就是一串字 这也很容易理解 但是小数这个概念固然简单 可是那它为什么要叫做浮点数呢? 为了要理解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试着解释一下 不同的形态 那在电脑里是怎么样被储存的 今天呢 我们说我们有整数 整数这种东西在电脑里怎么存的 那就得要先理解所谓的binary system 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基本上所有能存的东西都是二进位 都是0跟1 这是因为电脑里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电晶体 非常复杂的一大堆电晶体被复杂的电路组合起来 那每一个电晶体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根据它存的电压 现在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 来决定它现在是0还是1 所以以目前电脑的架构来说 那就是二进位的 那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们在开发新形态的电脑 比如说量子电脑 它的每一个元件的可以表示的值就不只是0跟1 它可能会根本地影响到电脑运作的原理 以及写程式的方式 以及演算法的效能等等 不过此刻还不需要烦恼这件事情 因为离我们还有一点远 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接受电脑里都是二进位 如果电脑里都是二进位的话 那么我们来理解一下二进位 比如说如果我有一个二进位的数字 A3 A2 A1 A0 那么每一个数字都是0或1的话 那不是太奇怪 它就会表示成8乘A3加4乘A2加2乘A1加A0 也就是说当它是binary 是A3 A2 A1 A0的时候 如果它要是十进位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在转换的 那举个例子来说吧 如果我们的binary value是0000 那就是0 0001就是1 0010是2 0011是3 依此类推 如果四个位数全部都是1的话呢 就是decimal value 就是十进位的15 那就是大概是这个例子 好的 那么这个表很明显的就是one to one的 也就是说给你一个整数十进位 你一定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小数 对不起 相对应的二进位 然后呢是唯一的 给你一串二进位的这个数字 你一定也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十进位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今天如果我给你四个格子 这里 四个格子 很明显的我们就只能存16个不同的数字 从decimal来说的话呢 一定就是某16个不同的整数 好那我们在这里的定义 定义它为0到15 这样子 那我们的一个格子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bit 是一个位元 所以这个binary value 有四个bit 就表现它有四个位元 有点类似我们在讲 十进位的时候 我们说这里有两位数 三位数 八位数 好那那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的位数 通常是十进位嘛 所以二位数我们知道 可以存0到99 那么binary里面 如果你四个bit 四个位元 我们就说你可以存0到15这样子 好 那么今天呢 一个整数 它到底是几个bit 当然就决定了 它可以存多大的量 对吧 那一个整数 通常在今天的电脑里呢 可能是16个bit啊 32个bit啊 甚至到128个bit 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呢 在电脑里经常用一个byte 等于8个bit 这样子来做描述 所以你今天常说你的一个档案 比如说有4kb这么大好了 假设 那这通常都是讲byte 通常都是讲byte 那么 今天如果16bit 就是两个byte 32bit就是四个byte 以此类推 那in general呢 如果我给你n个bit 那表示起来像这样 那么它的实进位 就是可以这样子表示 基本上就是这边这个公式 的generalization的写法 大家知道9号 不是特别重要 那么今天呢 我们整数并不是只有 0123456嘛 事实上有正号和负号 所以怎么办呢 我怎么在电脑里表示负数 这个有很多方法 不过呢 最通用的方法就是 既然我有好多个bit 那我的第一个bit 就拿来表示正负号吧 反正一个bit不是0就是1嘛 那正负号不是正就是负 岂不是刚好 所以呢我就说 那不如我们这样表示 第一个bit 不要拿来表示 这个数字有多大 而是拿来表示 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那么呢 数学式子的表示法 就变成像是这个样子 给定A3 A2 A1 A0 我呢就用A3来表示 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如果A3是0 表示它是正的 如果A3是1 就表示它是负的 所以呢 同样的四个bit 的binary values 有16种的话 今天有可能 它表示的是012345 也有可能表示的是 -1-2-3-4-5 这样子 只要我们试者 去理解第一个bit 表示正负号 那后面三个bit 就表示value的大小嘛 那就是用之前的方式来换算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也不错 要处理小数 要处理有正有负的整数 就并不是非常的困难 那大家也可以很快地看到 所以我们今天 同样的一批数字 存在同样的空间里 如果我们跟你 跟电脑说 这批人是非负整数 或者这批人是整数 那解读出来的数字 就有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那么今天在python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得到整数 或者是这个制造整数的话 那当然是很简单 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使用有正有负的整数嘛 所以by default 他们都是signed integer 也就是他们是可以存 negative number的 那么呢 我可以有几种做法 比如说我今天直接就 宣告一个变数 并且assign一个整数给他 那我就直接会得到一个整数 这没有问题 又或者是呢 如果我想要的话 我可以print他的纸出来看看 或是print他的type出来试试看 大家有兴趣试一下这段program 基本上你就会看到 萤幕上显示说 这个i确实是个整数 另外一种做法呢 是不给他initial value 所以我一样create一个i 但是我是说 我要来create一个int 然后把这个int的结果 assign给i 那其实int这个函数 我们还没有很认真介绍函数 但函数反正就是你丢东西进去 它给你结果 有些函数允许你不丢任何东西进去 它就会产生一个default的结果 那这个例子里 int这个函数 如果你不传任何值给它的话 它就会回传0 并且把0assign给i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家的i事实上就是等于0 你写i等于int跟写i等于0 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OK 好 那么呢今天介绍完整数 就想要介绍一下小数啦 所以floating point是什么概念 如果我今天同样给你一些bit 要你表现小数的话 那我们again 就像前面整数一样 我们要有个规范 规范说怎么解读这一批数字 所以呢 电脑里通常使用floating point来做 那我们真要解释下去的话呢 可能要讲上一个小时 而且很detail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需要知道 我们就知道一点概念 觉得有学到东西就好了 简单的来说就是 如果我给你6个bit的话 我要跟你说 有一个区块 是用来表现整数部分的 另一个区块 要用来表现小数 那么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部分 有一个bit 是用来表现正复好的 就是这个A5 接着呢 我有一个 这个bit 是用来表现 是用来表现 它的整数部分的 以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这个A1 和A0 所以你看到A1跟A0 它们呢 是一个整数部分 那最后还要有小数部分 所以是这里 2的若干次方 然后呢 那个若干次方 可能是正的或者是负的 如果2的若干次方 是负的次方的话 它就会变成 2分之1 4分之1 8分之1 之类的嘛 那就可以表现小数啦 所以 比如说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0 110 11 那么 0表示 这个东西是正的 11 表示 这个部分 整数部分 3 然后110 的部分呢 是表示 它 是负的 而10 表示是2 所以是2的 负2次方 2的负2次方 大家对一下这个公式 就可以看懂了 那么这样一做 我们就可以得到小数啦 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给你4个bit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只要透过把 不同的bit 的区段 来理解为整数 或者是指数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表现小数 那大家可能会想 怎么搞的那么复杂 为什么我要用指数 为什么不在小数点的 前面是整数 后面是小数 就好了呢 这个有很多原因啦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在电脑里 事实上 这个小数点的位置 是浮动的 它呢 事实上还有另一个 区块的bit 是用来标示说 我的小数点 点在第几个bit上 所以如果你有32个bit的话 第一个bit 是告诉你 正还是负 另外有些bit 是在标示小数点在哪里 然后 剩下的bit 就依照前面的规定 去决定 指数跟小数的部分 人们发现同样是 32个bit的话 这样子表示 比你直接在小数点点下去 然后左边右边切开 正 切成 整数和小数部分 来得能表现更多的value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更有效率的使用 你的电脑里的容量啦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简单来说呢 就是因为你的小数点会跑会浮动 所以我们在电脑里才把fractional number 表示成floating point number 或是称呼为floating point number 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上 以前并不是所有的小数 都是用floating point在表示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了 所以我们才会用浮点数这种讲法来称呼小数 那么呢 今天我们当然没有要认真的介绍 浮点数的完整的规格啦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上网查查看 你就floating point standard之类的 你就会看到相关的规格 或是wiki page这样子 好 那么在python里面 我们要怎么处理浮点数 或者是制造浮点数呢 就很简单 你就是assign浮点数 给一个变数它就会是浮点数啦 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函数float 它就会预设伸出一个0.0 来assign给你的value 然后它就会是浮点数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叫float 对吧 因为float表示浮点数 浮点数表示小数 这样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用个浮来表示小数了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电脑里面 它如果同样是一批值 我们必须要告诉电脑 它是整数还是小数 还是什么数 它才知道怎么解读嘛 就像刚刚的例子 如果同样是6个bit 当我跟你说 它是integer的时候呢 你这样子解读 会解读出27来 但如果我跟你说 它是floating point 你可能会解读出0.75来 也就是说 同样的value 存在硬碟里同样的空间 如果我跟你说 它是整数 你的解读是这样 我跟你说它是小数 你的解读是那样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变数必须要有type 每一个变数 我都得要assign 或者是得要告诉电脑说 它是整数还是它是小数 还是它是什么 电脑才有办法解读里面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 变数必须要有 type 好 那整数小数都介绍完了 差不多该介绍一下字串啦 那字串既然是一串字 我们就先介绍字 所以就是characters 那么电脑里呢 事实上是不能存字的 为什么 你根本就只有0啊1啊 你实际上全部的东西都是数字 所谓的A啊B啊 什么警字号等号之类的 在电脑里是存不起来的 所以我应该这么说 不能直接被存起来 因为你只能存数字 所以在电脑里事实上在做的事情呢 都是把每一个字 encode 成一个整数 估计就想象成编号就是了 也就是说那不然这样吧 ABCD都存不起来 那A我们就叫它18 B就叫它是19 依此类推 如果给每一个字都编号 然后呢 让它们都是整数 那么我就在这一块空间上 我就存18 并且告诉电脑说 这是字元 不是整数哦 那它就会帮我解读成 A啊B啊C啊的 那就搞定了 所以呢 在电脑里 现在大部分我们都是使用 所谓的ASCII code ASCII是什么的缩写呢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其实以前有很多规格 很多标准的 但是美国人老大嘛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规格 这个规格呢 是用一个byte 也就是-128到127 来表现各式各样的 英文字元啊符号啊等等的东西 那为什么是一个byte 大概是因为一个byte 是8个bit 8个bit是255个格子 那255个这个可以表示的东西 基本上英文的字啊数字啊 简单的符号和特殊符号 都能够表示了 所以其实呢就蛮够的 那么比如说 0这个字元 当你要它是字元的时候呢 编号是48 a是65小a是97 依此类推 那因为只有一个byte 只有255个空间嘛 256啦 所以呢你当然不能表现 比如说中文字元啊 或者是日文字元啊之类的 基本上就是只有英文符号 所以我们事实上可以试着跑这一段程式 这一段程式干啥呢 它是跟你说 C是52 若是如此的话呢 C很显然是一个整数 但我接着把C 这个52 丢进CHR这个函数 CHR就是char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这个C as char 它被印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印52 它就会印出C 那我们试试看 好 那我们呢 要执行这个program 所以我就打开 好 贴上 然后呢我就来存档 那随便讲个地方存 我就称呼它为 again test.py嘛 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 看起来颜色变的 确实是感觉不错 那么呢 我们上次已经定义过啦 我基本上只要按F10 它就会跑 那我们就看到 诶 它印了4 4是什么呢 4就是52 在电脑里面 对应到的那个字元符号 所以我今天如果改一下这里 比如说我改成 90 不要 改成 比如说60 这样 那60会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F10下去 就变成小于 我们改一下这个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好 我们呢 36号字 这个自己换一下 好 就是小于 那么呢 如果我改成 比如说 50 比如说72好了 72呢 那就看它大写h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那么呢 今天既然我已经知道什么是自串 自圆了 那么自串就是把东西串起来 所以我可以直接产生一个自串 就用双引号 或是单引号 那么呢 只要我这样框起来 C马上就会是52 然后你的type 会是str 表示它是一个自串 那么 Stream 事实上是一系列的自圆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一个自圆 也是一种自串 它就是长度唯一的自串 所以像你现在这样子 下面这样写呢 它一样就是产生一个自串 只是它长度唯一就是了 好 那么呢 自串这种东西啊 它作为一个形态 它当然就是表示说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自串 都是自串 那就像整数之间 可以做加减乘除 自串之间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 比如说 我们有 L1N 这个函数 L1N这个函数 如果你丢自串进去的话 它会告诉你 它有多长 那我们试一下 好 我们这里呢 是S等于52 然后我们来看看 会跑出什么结果来 我们跑出了52跟5 单印S的时候是52 但是印S这个字串的长度的时候呢 就是2 所以有兴趣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多打几个字嘛 好 像这样 那么呢 如果我尝试执行它 印就印出一大堆东西 然后跟我说长度为13 13个字元 这样子 那么呢 字串可以被串起来 只要使用 Concatenation Operator 就是加号 就可以了 那么呢 加号这个东西用起来 大概就是这种用法 也就是说呢 我给你字串1 给你字串2 然后跟你说 把字串1 字串2加起来 那么执行起来呢 它就会跑出我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 它会说52 is good 因为s这个字串 就是52 is good 因为它已经被加起来过了 接着是 length of s 就是10个字元 接着呢 我也可以s2加s1 那就会变成 空格 is good 然后52 对吧 然后最后呢 长度1来会是10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我们大家在这个例子里 也可以看到 平平是加号 左右放的是数字 它会做一串事情 左右放的是字串 它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是一个operation 使用同样一个operator 在 接的变数的type 不同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behavior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它再次提醒我们说 变数的形态 要好好指定 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变数是什么形态 我们才知道 这个运算做下去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最后你说 asci code都只有英文 那非英文的东西怎么办 比如说中文 日文 韩文 希腊文 等等的 我们需要有其他的encoding standard 那以中文来说 大家偶尔可能也看过这些 所谓的UTF8 这种规格 或者是BigFive这种规格 那 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 还各有各的编码 所以呢 UTF8和BigFive 都是不同的编码的规则 也就是说 同样一个中文字 在不同的编码规格里面 可能会编成不同的这个编号 那么呢 你偶尔就会发生一些编码错误啊 你要转码啊 之类的 就是类似 就是因为大家这个规格不太一样 那么呢 特殊字元 它当然也需要encoding嘛 就像 它基本上就跟中文字 英文字一样 所以 我们今天呢 要定义一下 所谓的半型和全型的字元 我们说英文字啊 或者是这个 我们键盘上敲得出来的这些 前字号 米字号等等 它们是半型的符号 或者是半型的长度 那么 全型的字元呢 就是包括中文的句点 中文的顿号 然后这个波浪 或者是中文的引号 或者是中文符号 日文符号等等 它们就是全型的符号 那么呢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处理半型的符号 特别是你绝大部分的作业 如果没讲 我们跟你说 两个数字中间 用一个逗点隔开之类的 那都是半型符号 因为处理起来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这门课 也会提到中文要怎么处理 那不过这个呢 就不是我的专长 所以我们就要靠读老师啦 好 那不过我们就 今天先介绍到这 好 那么刚刚就完成 我们对电脑的基本 这个运作的原理 或者是资料储存的方式 有了一点概念啦 那这个是很好的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来讲讲一些 我们上次讲过 或者是没讲过 但我们应该要这个更理解 或者是做一些复习的事情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个新观念 叫做Casting Casting呢 在程式语言的世界里面 叫做转型 或者是行别转换 也就是Type Conversion的意思啦 那它的干嘛呢 它基本上做的事情 就是在讲说 我可以把一个值 从一个形态 转成另一个形态 这样子呢 就叫做Casting 那Casting有几种可能性啊 一个就是完美的转换 另一种就是 出一些问题的转换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首先我可以把一个float 或是一个string 转成Integer 如果我要这么做呢 我可以使用刚介绍过的Int Int如果你不给它参数 它发生的事情就是 给你个0 那如果我今天给参数 它就会试着把它转成整数 所以来看这个例子 我有一个F是52 然后点0 有一个I是IntF 那么I就会变成52 等一下如果我们把它印出来 或是印它的Type 各会有各的value 我有一个S是52 但是是自串 那么呢 我一样可以试着把它做Casting 好 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个例子里面 如果我们执行它 我们会看到52.052 floatInt 确实是我们预期的结果 第二个例子的话呢 是长这样 S变成自串 这个时候执行 看起来差不多 52 52 但是第一个52 事实上是5跟2 这两个字元 而第二个是一个整数 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加2 那么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变成这样 52会变成54嘛 因为那里会是一个整数相加 好 那么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那如果我试着把52.6 或是52 is great 转成整数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学层设计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好奇这种事情 你可以试试看 好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呢 如果我想要把52.6 转成整数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发现 可以转 转出来以后变成52 那么呢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是无条件舍去 好 fractional的部分 在我们把float 转成int的时候 都会被舍弃掉 那这个是我们电脑里规定的 python规定的规格 好 那么呢 想想也蛮自然的嘛 因为我有一个浮点数 有小数部分 但我就是只能存整数啊 所以呢 我们就存了整数 那如果是52 is great 之类的 看起来不大能转成整数的东西呢 我们尝试错 就会发生 value error invalid literal for int with base temp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value 它是一个不ok的字 这个literal是文字的意思 但是它其实在这里 比较想表达的是一个value的概念 你这个想要传给int的人 这个value不ok 不符合int能接受的形态 那么呢 那自然就是因为 这里面有不能被转成整数的东西 那结果就转不出来 转不出来就跳一个error message给你看 这就是我们上礼拜介绍过的runtime error 因为你的程式根本就跑不完 好 那么 by the way 我们这里一直提到52 52 is great 当然是因为52就是 我们这个 我最喜欢的棒球选手 陈金峰的背号啦 好 没事 继续 那么今天 很类似的 如果我想要把整数或者是字串 转成float 我可以用float这个函数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不试了 i是52 转成f的话呢 f就会变成52.0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它会告诉你 我们这东西是一个float 或者是字串 字串也一样可以转成float 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么整数转float 不可能会出错嘛 因为float的范围本来就比较大 那不过如果我们试着把不能转成float的东西转成float呢 这种事情大家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试试看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学成设计的好处 或者它为什么适合大家学 因为成本确实是比较低 你想试试看 你就试试看 你不会说药品 容器倒在一起 用完就没有了 你也不会说这个马达你把它烧坏 就没有下一颗马达可以试 没有 你就试试看 好 那么今天呢 想要把整数或者是小数转成字串 你就用str这个函数就可以啦 那想来这里也不可能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把一个数字 把它的每一个把它的value读出来 转成相对应的字串 52就转成5跟2 3468就转成3468 就是这样子 所以52 如果你把它转成字串 那么你接着一个一个去印 不但会有结果 你还可以数数 本来有几个位元 52.0 你一样可以转 那么呢 这里看起来应该就会印出4 对吧 来试一下 好 我们执行这个program 果然 一开始是52.0 转成字串也是52.0 float string 然后最后呢 它的长度是4 确实是没有错的 那么我们上礼拜介绍过input这个函数 input呢 就是让user 通常就是让user 从键盘敲东西进来 不论user打什么 input都是把它用自串的方式赌进来 那么这个蛮合理的 对吧 因为我们通常不知道user到底会打什么 所以呢 input都先以自串的方式赌进来 如果user打的应该要是数字 那我们就尝试把它转成数字 不然就当成自串来用 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呢 有时候需要做casting 那么呢 这是上礼拜看过的程式 我如果今天做两个input 然后呢 都把它们转成整数 再相加 那就是输出使用者输入的两个数字的和 但我今天如果单纯的就是做两个input 然后也相加的话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两个自串会被串起来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能有必要自己做casting 当使用者输入东西了以后呢 我们心里要理解 现在他应该输入整数 还是小数 还是自串 然后做相对应的处理 这是程式设计师的责任 那么呢 我们在请user输入东西的时候 通常应该要提示他一点东西才对 我们理论上不应该让他就是蒙着头输入 那你想象一下 你比如说要申请一个账号的时候好了 你那个表单一定就是姓名一个空格 身高一个空格 星座一个空格 依此类推 所以他应该要有所谓的提示语 也就是prompt 来告诉你说现在请你打什么东西 现在请你打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我们呢 在input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刚刚使用input的时候 他都没有吃任何的参数嘛 现在呢 你可以丢一个字串在里面 那么呢 他就会变成提示语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今天我呢 就把层次写成这个样子 我就发现input的first number 就是我们说的提示语 我就输入啊 123 input的second number 234 然后他就跟我说 OK加起来是357 这样 那很显然底 你不是一定要写成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另外写一句 这个print print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呢 再请user打字 以此类推 想要的话也是可以的 只是在某一些应用上 你直接把它写在里面 似乎是比较干脆一点 那么有一件事情 倒是要提醒你 交作业的时候 不要写任何的prompt 因为我们的作业 一定是给你一些input的data 要你做一些运算 然后我们看看 你能不能用正确的逻辑 算出正确的结果 那你今天呢 程式要印出结果来 让我们的批改程式 可以比对你印出来的东西 和标准答案 如果答案是24 而你印出来的东西不是24 那我们就会判定你为错 那你如果使用任何的prompt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一定会判定你错 因为我们的标准答案里面 是没有prompt的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不要浪费自己时间 好 那么刚刚讲了casting 讲了input 那我们来讲一下print print这个函数呢 上次也用过了 基本上就是你给它什么东西 我们就把它印出来 印在你的荧幕上 那个东西啊 事实上 我们现在呢 可以讲得更深入一点 它事实上呢 会被转成字串 然后才被印出来 那 这个有什么重要的呢 我直接丢小数 跟我直接丢字串 反正它都是转成字串 印出来 哪有什么了不起 了不起的点在于 我们现在知道 字串是可以被串的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要印出 多个 pieces of variables 或是value的时候呢 我应该可以选择 我是要让它们个别的 被自动串起来 还是我自己把它串起来 讲起来有点复杂 但简单来说就是 我如果今天希望 印出变数的值 那我就得要考虑 我要怎么印 因为变数的值呢 是会变的嘛 所以你不可能写死在一个字串里面 你一定会需要 串接字串 和变数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让 print这个函数 自动帮你串 或是你自己串成一个字串 再丢给它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今天请user输入两个整数 并且把它转成数字了 那么接着我可以这样写 注意这个逗点 这个写法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说 the song is whatever user 输入的东西的核 这样子 你回忆一下我们之前 写这个program的时候 的确是没头没脑 你就印出了一个数字嘛 如果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的核的话 那么这个输出就变得更有意义啦 那今天 这个程式虽然简单 事实上里面也做了很多事情 在这个print operation里面 事实上有两个item 对吧 有item1跟item2 那seconditem呢 这个是一个数字 它会先把它算出来 然后呢 再被转成一个字串 然后呢 再被组合在一起 然后再串起来 好 那我们再印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如果我执行它 我们来输入12跟23 就印出了35 那你很快你就会发现 诶 这个原本的字串里面呢 s后面是没有空格的 但是num1加num2 却在这边被印的时候呢 被空了一格 那空了一格 当然是一个理想状态嘛 因为这样比较好看啊 如果s跟三连在一起 就有点瞎 所以很显然的 我们这个空白键 是电脑自动加上去的 那么就是说 这个whitespace 在s后面 在s后面 会自动的被加上去 我们今天呢 只要是使用print 让print这个函数 在python里面自动帮我们把 两个pieces of item 串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自动加这个空白键 它就会自动加这个空白键 所以呢 当我们让python的print 来帮我们转成字串 串起来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件事情 只要你用逗点 它就会把逗点 左右的东西 个别的转成字串 串起来 并且在中间 加一个空白键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有的时候就很不幸啊 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不幸的状况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这个例子呢 讲起来也很简单 我先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它跟我说 我的income是1234元 我只是想要在1234前面 加上一个前字号 但是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当我在python里面 用逗点 把两个部分隔开的时候 它势必会在中间 加入一个空白键 那怎么办 就没办法啦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怎么把东西 可以这个把空白键去掉呢 那这个呢 就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举例来说啊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说 我们今天 如果想要把空白键去掉 网路上是可以查得到很多方法的 但是呢 最容易理解的方法 或许就是 我们不要让python帮我们串 而是我们自己串 也就是我们manually自己串 用加这个符号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是一样第一句话 让它输入它的income 第二句话我们没有逗点 我们是自己把一个数字 转成string 然后跟前一个string 我们自己把它串起来 然后再交给print 那么这样一来 自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python就没有机会 帮我们积婆地 在中间多加一个逗号啦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 我们这个income 自己要先cast成string 不然一个加号 左边是自串 右边是整数 到底是要相加 还是要串起来 不知道嘛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今天如果我这样写 执行下去 我说我好像赚1234元 看起来是挺美好的 如果我今天 不串这个东西的话 1234 它就跟我说呢 你们程式出了点问题 第一句话可以跑 所以它就跑了 对吧 因为 就是输入嘛 输入了以后 它发现 income是一个整数 结果呢 它就发现 自串跟整数 你尝试要加它们 就不能加 因为你只能自串加自串 或是整数加整数 所以在这里就出现问题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 自行串接的话 你必须要保证 每一个你要串起来的东西 都已经被 转成自串了 才能这么做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关于print 还有什么要知道的事情 首先啊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我让它输入两个整数 然后我说 the vector is 然后有一个圆瓜糊 圆瓜糊后面呢 看起来是我请python帮我串 所以这里有个逗点 我会把第一个数字写进来 然后呢 我会有一个逗点 又要请python帮我串东西 然后又逗点 然后呢 是number two 然后呢 就结束 那你认真地这样看的话 实在是挺乱的 所以我们 通常这个时候就会想说 好 那我来画画看 好 所以让我们来尝试执行这个code的话 比如说我说 好 空间上的坐标 这个一跟二 结果就发现 输出的结果像是这个样子 那不是非常理想 因为正常情况下 一的前面 跟瓜糊中间不应该有空格 一跟逗点中间也不应该有空格 逗点跟二之间倒是应该要有空格 但是二跟后面的圆瓜糊又不应该有空格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这样似乎搞拍定 那么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把那三个不好的空白件去掉 所以我有几种做法 起码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 我知道有一个空白件是应该要有的 所以那一个空白件我就用逗点 其他的情况呢 我就自己把number 转成字串 然后用加号 把他们跟前后加起来 这样就可以啦 或者是我连中间那个逗点都不要 我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那么这样子这两个东西都会达到 我想要的效果 那么我想要的效果来试一下 好 比如说我一样输入了一跟二 然后就发现 the vector is one two 确实就是该有空格的地方有空格 不该有空格的地方就没空格啦 那么这里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which one is better 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这两个都可以端看个人的习惯 那我们也不会特别强迫你应该做这个还是做那个 好 最后就是 回忆一下我们上次说过 division有两种 一种是会 你平平都是输入 十三和四 都是输入整数 一种只会给你商 一种会给你小数 那么呢 这两者之间有这样子的差别 现在你已经可以更理解他们这样子的差别的由来或者是implementation的方式了 整数跟小数在电脑里储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解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种处法想必在电脑里做运算的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资料形态能够理解的话 确实能够避免我们一头雾水里写出一些怪里怪气的程式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东西呢 是conditionals 也就是条件判断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example吧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啊 是说啊 我们程式之前都是一行一行执行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判断什么要做或是不要做 或者是你的程式可能要依情况来决定要做什么 比如说你可能偶尔会遇到一些状况是你在网路上填表单 填表单的时候呢 他请你输入比如说地址 于是呢 你就先有一个选单 选了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等 你就选了一个县市 然后呢 后面可以选的区或者是乡镇市 就因为你选的这个第一级的地址而改变了 你选新北市就有板桥 板桥永和新庄等等 你选台北市就有大安中正等等等等 那就是conditional嘛 conditional on你前面选什么后面要跳不同的东西出来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让程式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让程式可以选择要做什么或者是跳过什么 用所谓的condition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在python里面就是这三个东西 if else 还有所谓的else if 那python的关键字是elif 好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个例子 今天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台湾还有很多的国家 所谓的这个所得税 它的税率呢都跟我们的收入是有关的 比如说在台湾如果你赚的越多的话 你所得税的税率就会越高 可能会用几%变成28 38 40% 这样子是有差的 那么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吧 假设是这样 在一个虚拟的国家里面 如果你的income是低于1万元的话 你的税率是2% 但是如果是超过这个1万元的话呢 超过的部分 超过的部分要付8%的税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能不能写一个program 来让使用者输入他赚多少钱 我们就帮他算出他的income tax是多少呢 理论上一定是可以的嘛 对吧 你用笔用纸用excel都做得到 那我们来写python做这件事情 程式码就长得类似像这个样子 好东西一开始还变得很丰富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印出一句提示语 请你输入你的income 然后我们的income就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就会是请使用者输入一个值 然后我们把它转成float 所以income是一个float 接下来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要使用if这个关键字 来告诉这个python的程式说 如果今天我的income小于等于1万 那么我的tax就是我看我赚多少 我就乘以2% 但如果我的income大过1万的话呢 那首先我知道小于1万的那部分 讲错了对不起超过1万的那部分 我要付8% 小于1万的部分要付2% 那小于1万的部分当然是200嘛 所以你也就直接写上200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income是哪一个level 来做不同的运算 我们显然必须跳过其中一个运算 而只做另一个运算 那么呢 if这个statement就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ifstatement的话 就做不到 我们就会一行一行执行 那这没有意义嘛 所以我们实际上应该要这样子写 最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结果印出来就可以啦 所以呢 让我们来很快的试一下 好今天写完了 那我们就执行 请输入你的income吧 好那我来输入个比如说 就来个1000块 1000块的话呢 就要付20元 嗯 2% 没错 那么我今天如果算了10万块呢 10万块的话要付7400元 那这怎么算出来的 最一开始那1万块我要付200元 剩下的9万块我要付7200 因为剩下的部分是8% 这样子就正确啦 好 那么呢 那刚刚是例子 我们现在来看 in general是怎么样 in general if statement 就是用来控制我们程式执行的流程 写法是这样子 当大家看到我们一个关键字的后面 有一些写体又粗 写体又画底线的东西的时候呢 表示这里是要你去填入的东西 并不是要你真的照着打condition 和statements 那些地方是你要写的 如果你的condition是true 那么呢 你就依序做这些statements 不然就跳过这些statements 那么这里有一个冒号 这个冒号是 python语法里的规定 因为你打一个冒号 才知道你的condition 是什么时候结束嘛 所以呢这个冒号 反正就是照着打上去就对了 所以呢一个if的statement 它那一行一定是开头是if 结尾是冒号 好 那么呢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有一堆statement 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就说呢 这些statement在if block里面 我们说这是一个区块 那这一个区块呢 要么就一起被执行 不然就一起不要被执行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有两个if block 每一个if block里面呢 各有一个statement 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呢 如刚所说column是必须的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 因为这里没有column 所以你compile下去会出错 其次呢 我们在一个block里面 可以有复数个statement 像这个例子 这里是一个if statement 然后呢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if block 这个block里面有两个statement 那么这个时候啊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if block里面的东西呢 它必须要有共同的level of intention 意思就是说他们缩牌要缩到同一个地方 这样子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呢 这里是空两格 这里是空两格 那python你就会知道 这两个人是属于同一个阶层 也就是同一个block 如果他们被错开的话 就不行 好 所以我们来稍微试一下 比如说现在这个 那a因为b小嘛 所以这句话 这里的这个statement都会被执行 就印出了两句 如果说今天我这样 那下面多了一个空格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compile下去会error 它跟你说intention error unexpected indent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空三格 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属于这个if block 还是不属于 所以这样子是不行的 同样的道理你这样写也不行 但是你如果这样写呢 如果你个子空一格呢 就可以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空几格 你就空几格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 大家空的一样 在一个block里的东西 就要空的一样 这样子 好 那很显然的 你身为材料设计师 你自己一定知道 哪些block 不 哪些statement应该在同一个block里面 那么他们当然就要用同样的invention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呢 初学的时候偶尔会犯一个错 就是说 那我如果按tab 会空四格 我如果按空白键 看起来很像 那如果我这样子compile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它会跟你说 不一样 不一样 也就是说 一个tab和四个空格 并不是同一件事情 那同学们可能会想要问 那我到底是要空格好 还是tab好呢 没有标准答案 但很多人说 空格比较好 这个 见仁见智 但我自己喜欢空格 所以我一般都是一个阶层 空两格 那虽然空任意多格都可以 但我并不会 这个阶层空两格 那个阶层空十格之类的 不会 我一定是每一次都空两格 这样子也是一个良好的写作习惯 那么呢 如果没有intention的话 就不会被视为 if block的一部分 像是这个program 如果我第二句print 它没有intention 没有空两格的话 那么呢 它就不在这个if statement里面 它就无论如何都会被执行 大家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你把a的值改成100 那么呢 里面这句话就不会执行 但是外面这句话就会 因为外面那句话 并不包在if这个block里面 所以这个是python设定的规则 那么呢 在这个python的世界里面 缩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 if block的里面 大家一定要都是one level of intention 那么呢 虽然你可以做任意level的intention 但是你在这个一个block里面 一个block里面 一定要一样才行 就是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那么呢 这里有一些这个program 给大家看 这个是ok的嘛 因为这里都是空一格 这个也是ok的 就是他们都空四格 这个呢 就不ok compile下去会错 这个也不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呢 在python里面啊 不只是有if 是需要考虑这种intention问题的 你之后会看到 你如果写 比如说所谓的回圈 也就是你要一次一次一次的repeat 做某件事情 它也是用intention 来决定block在哪里 或者是你以后写函数 它也是intention 来决定block在哪里 总而言之 每当我有一个 所谓的if啦 回圈啦 函数啦等等的 我在这个冒号后面 我怎么知道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是我这个block的 开始跟结束呢 冒号就是开始 当我的intention结束的时候 当我下一行 从这里开始的时候 那就是结束了 好 所以规则其实是很明确的 只是大家第一次学的时候 要稍微适应一下 那么刚介绍的是 最基本的if statement 那if statement 可以稍微来个加强版 就是所谓的if else statement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干啥 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写if statement的时候呢 是说 我们根据我们的condition 是true或是false 我们来做不同的事情 好 刚刚有if的时候呢 是如果它true 就做 false就跳过 那现在呢 我们是说 如果false的话 就做另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if else 很明显是成对的 成对的 一个else 配着一个if 这样子才知道它在干嘛嘛 所以呢 in general 如果我写if else statement的话 如果condition是true 就做statement1 不然就做statement2 所以1跟2一定有其中一个 会被做到 不会两个 也不会没有 那么呢 这里要加冒号 这里要加冒号 反正如果你没加 compile的会提醒你 这是小诗 但是呢 你应该会想要 应该不会想要经常被提醒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什么时候会被用到 比如说刚刚的例子吧 刚刚的例子里呢 我们是写了两个if 好 现在呢 我们来把它改成if else 那我们想想看 这program 执行的结果会变吗 如果是1万下 那么我们会执行第一种 就是2% 1万以上的话呢 在这个例子里 会归到第二类 在这个例子里 也是归到第二类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两个program 虽然写法不同 但是执行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今天如果这是作业 你上传任何一个program 那都会得到满分 是这么一回事 不过 在这个例子里 还是有好坏之分的 右边这个比较好 为什么呢 以左边这个来说 不管你的income是多少 第一个if 会判断一次 第二个if 也会判断一次 但你知道 这是在浪费时间吗 如果第一个if是true的话 应该不要判断第二个if 才对 或者是第一个if如果是false 也不应该判断第二个 因为第二个一定就是对的 换句话说呢 左边这个城市 等于是有点像是在做 右边的城市的两倍的工作 有点啦 有点 至少在判断这件事情上 那换句话说 你今天一个人在那边算所得税 当然就没差 但你如果全国几百万人都要算所得税 都连上同一台server的话 那你一倍两倍就可以差很多 好的城市设计师写出来的城市 就是可以处理几百万人同时连上线 烂的可能就没办法 就只能指十几万人就爆炸了 可能就是差在这种细微的小地方 那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处理这些bottleneck情况的话 那就得要很仔细的观察 我们的城市到底有没有做无谓的运算 在这个例子里 左边是无谓的 而右边是好的 另外呢 右边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它比较能避免所谓的inconsistency 它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城市内部的不一致 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我们设定的这个标准是一万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个program 出现了两次一万元 而左边这个program 出现了三次一万元 那这表示什么 要是有一天我们国家的税法改了 把一万改成九千 我就要去把一万改成九千 一万改成九千 而且你不能复制贴上 对吧我讲错了 你不能取代 因为你这个code里面 搞不好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万 你不能就把一万取代成九千 这样不一定是对的 那么实际上呢 只要你把可以写成if else的东西 写了两个if 那么那condition 势必就是重复写 因为你要让两个condition互斥 你就两个都要写出来 那你自己就是增加自己可能的inconsistency 因为一万改九千的时候 任何一个一万没改到九千 这个程式就会是错的 所以呢这里就牵涉到了 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呢 可以的话最好是 让自己以后不要太容易犯错 那么呢如果我用左边的写法 我就有比较高的potential inconsistency 那么呢我们就说这个程式也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放在心上 那么今天来看一下现在这个program 现在这个program 跟刚刚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intention不太一样 对吧 text跟else被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text就往后推 所以等于是else跟else底下的text那一句 都往后缩排了两格 那我们来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说invalid syntax 然后呢它是指着else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else没有if在跟它配 在我们的code里面呢 这一段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你光只看这两行的话 就是一个single的if statement 但是这里呢 这里就会变成是程式码没有 python没有办法认为这个else跟这个if 是一家人 它会觉得这个else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出现 而没有与它相对应的if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尝试加一个随便打的if 比如说if income等于0好了 那这个当然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是要秀一下说 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 那情况就会改变 这个程式呢 就会变成是 对不起我应该要做一下这件事情 好这里要打一些543 比如说我就打这样吧 那么去执行 现在这个程式就compile就会过了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时候python觉得 那个else有if跟它配对了 那这件事情就OK 反之如果没有那就不OK 这样 好 那么呢 我们在刚刚已经用了一些所谓的comparison operator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等于等于和不等于 那么这个时候有趣的事情就出现了 我们刚刚呢 用了上面这几个嘛 那这几个看起来都挺make sense 的 那大于等于和小于等于 反正就是不能空格就对了 你就是要连着写 但是这符号看起来蛮自然的 但是最底下这两个道是挺有趣的 他们在干啥呢 以最后一个来说 它是不等于 因为键盘上打不出那个不等于 你手写打的不等于符号码 所以它就用惊叹号不等于 来表示不等于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背起来就好了 中间不能空格 最后就是相等的这件事情 不是等号 是两个等号 你之前已经用过一个等号在做事情了 当你宣告变数要给它值 或者是当你计算完事情要做assignment的时候呢 你会用等号 而相等于否用的是两个等号 两个等号 那么呢 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个如果你写a 如果你写a等于5 它的意思是assign5toa这样 但如果你写ifa等于5 它的意思是ifaequals5这样 所以通常等于等于我都会念equals 而等于呢 我会念becomes 所以像这句话 我就会念a becomes5 那我就知道干嘛 a就会变成5 那这句呢 是if aequals5 好 所以我们稍微试一下 比如说这里 如果我们把它改回 比较正确的program 那应该是像这样 好 这个是原本正确的program 我们可能会翻一些错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想要试着写 它是等于等于的话 应该要这样写 但我如果不小心忘了 只在那边写了等于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跟我说 这里是invalid syntax 因为if的后面 suppose应该要是一个comparison 应该要是一个不是正确 就是不对的事情 你怎么会在if里面做assignment呢 一定是你写错了吧 所以python的规定是 你是不能这样子写的 有些程式语言可以 但是python不行 那事实上是保护程式设计师 因为assignment这种事情 本来就应该拿出来做 而不是在comparison里面做 所以等号和等号等号 是完全不一样的 等号等号的话呢 就可以正确的compile了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comparison OK 好 那么呢 这个东西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啦 初学者很容易忘记要打两个等号 不过没关系 反正python多提醒你几下 你自然就记得了 好 那么今天的最后呢 因为大家已经渐渐地开始写 比较长的program了 所以该是时候先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帮你的program排版呢 排版这事情说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内涵嘛 但是呢排版排不好 很容易让你自己在写程式的时候 出错 浪费时间 走冤网路等等的 那么我必须要说 每一个人的排版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你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的风格 会一致 而且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的 排版排得很好 不一定会变成程式设计的高手 但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的高手 会写排版排不好的程式的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观点性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等闲试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写程式的时候维持一个好的format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今天虽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programming style 但是python里面还是有一些general guidelines 那么呢我们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三个 之后陆陆续续遇到的时候 我们会再跟大家讲 第一个 就是你可以妥善的运用你的空白键 还有空行 首先呢 我会建议你这么做 就是如果你有binary operator的话 那么就在它的左右加两个空白 左边加一个 右边加一个 其次呢 就是如果你有遇到逗点 后面应该要有一个空白 最后就是 就是一类一类一组一组的code 中间可以插空行 来让它看起来比较有分隔的感觉 比如说这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program 那么呢 左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 binary operator的左右各有一个空白 有没有 那相较之下 这里就是左边有空 右边没空 然后呢 如果你有逗点 后面要空一格 而不是不空 这样子 最后这里有空行 右边没有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符号都插掉啊 猛的眼睛一下去一看的话呢 你很容易觉得左边的比较清爽 右边的一团浆糊 对吧 那东西如果都连在一起的话呢 本来视觉上就比较容易分辨不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严格讲起来是三个东西 是字串的一部分 是一个逗点 和右边的一个这个数字 那 none加none2明明其实才是同一个component 但是我们却把它的逗号 跟后面的none连在一起 那么自然我们在视觉上 就比较容易觉得 这个东西是一起的 那扣的只有五行的时候没差 因为五百行的时候呢 你不会想要浪费时间 在分辨这种事情上 那同样的 这个operator的左右 如果你能够有良好的空行的话 我们才能像左边一样看出 这个是这个 那个是那个 这样子 而不会觉得好像 谁跟谁连在一起 那么最后就是 控行这个东西呢 有助于我们在 视觉上获得一个缓冲 看完一部分 停下来理解一下 这部分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往下 然后再往下 所以呢 加控行一定是有用的 那么 控行加上去呢 如果你不加控行 它没有什么效果 它就是让扣的比较短而已 那扣的比较短 不表示这个人比较厉害 扣的比较长 也不表示这个人比较认真 都没有 初学者很喜欢比谁的 你八行我十五行之类的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的coding style都不同 自己有自己的就好了 但 in general 我建议你写左边这一种 再来 变数宣告 变数宣告的时候呢 第一个原则 请你给变数一个容易理解的名称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你才不会有一天回来看到你的program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变数到底是干嘛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 这个例子大概是说 诶 请你告诉我 你第一颗骰子丢了多少 第二颗骰子丢了多少 两颗骰子加起来 告诉我核是多少 那么我就知道 这个program想必是跟骰子有关 跟做运算做加起乘数有关 右边这个的话呢 A是A B是B C是C 然后把C印出来 你单看任何一句话 都不太知道它在干嘛 比如说ABC 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吗 那今天只有三个变数也就算了 如果你以后有300个变数 难道你要叫它ABCD AABBCC 然后之类的吗 不可能 你一定要叫它有意义的数字 千万不要养成习惯 变数一来就叫A A1 A2 A3 然后什么Temp Test Test1 Test Temp Temp Test 之类的 千万不要这么做 从一开始你就要写有意义的变数名称 这样才行 另外呢像这里你看 print sum 一看就知道 sum应该是什么东西加起来 print c 就什么都看不出来 所以 要写好的变数名称是很重要的 那你写作的当下 总是能记得谁是谁 但是你的伙伴怎么会知道 不知道 所以你们之间如果要协作 要一起工作的话 变数名称非常的重要 那不仅要有意义 甚至我们还要沟通 什么东西叫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写一个program 它是要计算学生的成绩的 那成绩到底要叫grade 还是要叫score 大家要约好才行 不然也是搞不清楚状况嘛 你在前面写叫做grade 后面他写叫做score 那不是搞笑吗 那另外 你就算不跟别人合作 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因为两个月后三个月后的你 回来看这个code 就像是陌生人写的一样 这件事情是肯定的 不用两个月 两个礼拜以后 你再看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了 所以变数名称很重要 最后一个是关于注解 注解这种东西 就是程式设计师的笔记 而且是写在程式码里面的 你如果程式码旁边不能写笔记 一定要另外开一个空间写的话 总是非常麻烦嘛 所以你一定会想写笔记 那么相较于程式码是写给电脑看的 笔记更像是给人看的 就是给你讲人话的机会 那么python里面呢 我们有两种写笔记的方法 第一种是一个单行的comment 我们在任何地方打一个警字号 后面就都会被视为是comment 注解 那么程式就不会去试着执行 或者是执意他们 另外呢 如果我们打三个双引号 那么我们就可以quot出一段空间 它可以有好几行 可以让我们写一些比较长的东西 像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呢 我在前面这里 我就是用两个三个双引号 来说我这一个区块都是注解 那我这里面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然后另外呢是这里 我如果打一个警字号 那么后面的东西就会是注解 而前面的东西就依然还是程式码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方便了 那大家可以去找自己的编辑器 编辑器里面呢一定有告诉你就是这个注解的热键是什么 那我们来试试看 比如说啊我今天如果写了这样子的一个program 那么呢我想要做注解 通常都是在编辑这个地方 那你就会跟我说啦 你要注解是吧 好 执行或是移除区块单行式注解 叫做什么Ctrl加Q Ctrl加K之类的 好吧不管就试试看 你就按了Ctrl加Q 变成注解了 如果有一大段你就一起Ctrl加Q 诶就注解了 蛮方便的 如果你再按它就会变回来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用在那边左边在那边敲啊 然后这个移上去 然后再一个一个敲啊 这样要敲到什么时候对吧 你势必就是有一段要注解 你就全部弄起来Ctrl加Q就好啦 好那别的编辑器当然有别的编辑器的做法 有这个东西的话呢写起程式来还是比较快的 好所以呢今天这个课程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们跟你讲了电脑的基本原理 讲了Casting 然后讲了Conditionals 最后也讲了怎么样做排版 排版真的很重要 所以在前几次的作业里面呢 我们会请助教一个一个地帮大家看 你的Code正确性之外 有没有良好的写作习惯 如果没有助教会告诉你 之后呢我们还会设计交换改 让同学们彼此之间互相看彼此的程式 然后呢 试着了解什么样是好的 什么样是不好的 这个时候可以跟同学们学习 也会有很有收获 好 那总之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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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